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胖 全球30%的人超重 每年百万人过胖死 True Fitness说 倒闭都怪消费税GSE 而会员就直指 这根本就像金钱公司 大马人的薪金低 如果扣除通胀率的话 涨薪或者只肯等于20令吉 看到这则新闻真的是让我吓到了 是的 就是因为这样扣起来 其实如果说我们每一年的涨薪只有20块的话 好像很少 就是怎么挨得过 就是怎么样应付得了生活费呢 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说的啦 这个是一个财经专家说的 因为这样子2016年的这个薪酬报告 调查报告上个月就出炉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那根据调查在全马 只有布城 吉隆坡 还有雪兰娥这三个地区的 薪水中位数是有超过2000令吉 那全国就只有布城的薪水中位数是超过3000令吉的 那针对这个问题呢 东方日报就访问了经济学家阿多卡利博士 那根据他的分析呢 我国去年的薪水涨幅是令人担忧的 他就有说到虽然说整体员工的薪水中位数是从2015年的1600令吉 涨到2016年的1703令吉 涨幅是有6.4% 但是这个涨幅呢 是比起前年的6.7%是来得还要低 因为他就认为说大马公民的月薪中位数呢 去年只涨了区区的3% 那扣除了2.1%的通货膨胀率之后呢 实质薪水只不过涨了不超过1% 也就是大约等于该我们说的20令吉而已 20令吉应该对于很多人来说 一天在吉隆坡就花完了吧 肯定 就一天的消费而已 你吃早餐午餐晚餐根本就不够嘛 可能也有一些人对于一些人来说 20块根本就只是一餐的价钱而已 Anyway 这个阿多卡利博士也有提到说 就连最富有的区域吉隆坡呢 其实有半数员工的薪水是少过2500令吉的哦 那槟城呢 是有半数员工的薪水是少过1800令吉的 这也意味着呢 即使我国马来西亚是接近高收入国的地位 但是呢 大马员工是没有接近高收入员工的 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太乐观这样子 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所谓的中位数到底中位数什么呢 可能如果你学过数学的话呢 它就叫做medium 就是把数据你排去之后呢 位置在中间的一个数值 那它也就是相较于平均数的话呢 中位数可能可以更能够衡量出某一个地方 那些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 因为在贫富悬殊的地区 可能平均数会被那些高收入的人给拉高 我们就来说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在A地方有五个人 那他们的平均月工资呢 就是月薪呢 分别是1000令吉 1000令吉 1300令吉 1700令吉 还有就是2万令吉 那么这个排出来之后呢 这个月收入1300令吉 就是那个中位数了 那其他如果啦 你就拿平均数来算的话呢 这五个人相加在除以五 其实平均收入是5000令吉 你看这个平均收入跟中位数的差别 差很多 是有四倍那么多的 所以就是用中位数的话 可能就比较能够代表 就是那个数据就会比较准确一些啦 当然薪水不足哦 这个加薪又低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怎么办呢 或许就很多人就会想说 哎呀 如果我的那个 我的工作的那一份粮 没有办法应付的话 那我就找兼职来做好了 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嘛 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了 兼职网站 Part-time post的创办人蔡文龙 来跟我们说说 这几年到底有哪几类的 兼职工作是最热门的 最近几年呢 马来西亚人因为薪水不够用啊 百物涨价等等的问题 所以越来越多人找兼职 那请问一下 哪几类的兼职 其实是最热门的 最热门的 零售还有餐饮店 这两个是两大 需要很多的 那个兼职的 那个两个行业 第三就是教育的 类似安静班和 他们需要的就是他们的老师 还有包括 也包括补习老师 那你认为做兼职其实有什么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 比如会不会跟政治有冲突啊 安全问题 其实他们需要关注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时间的安排 他们能不能在不影响自己政治的那个时间下 能安排出时间来处理他的兼职 利益冲突就是在他们职场上 他们所做的正职和他们的兼职 一定不能产生那个利益冲突 第三呢 我们就很关注的就是他们的那个兼职的 那个安全的问题 就是正当的兼职和非法的 我们常常叫scam jobs 其实不是一个工作 其实是一个他们招会员 但是他们可能在进行money game的一些活动的 这种的类似的广告 我们很关注公司的背景 他们是来自哪里 他们有没有合法的注册公司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有很多人 就是常常会在社交媒体 炫耀自己的见证成功啊 吸引别人来加入 那你对于这个现象有什么提醒大家的吗 当你投入的时候 当你加入的时候 他可能交给你一些很简单的工作 他可能叫你收取一些费用 这个就是开始不太正确的 你的那个所谓的会员费 可能你已经开始了一个money game的一个那个形式 就是还要你由上线开始 遭更多的下线 如此就是像money game的那个形成的方式 如何透过social media 这些社交媒体或者在不同的管道上 发布说这边有很好的兼职 吸引更多的人来提交那个会员费 那说话的就是兼职网站 part time post的创办人蔡文龙了 那其实兼职确实是在这个高压的情况底下 很多人会做的一件事情 就希望有更多的收入来可以应付自己的生活开销嘛 或者就是有能力应付现在这个通货膨胀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整个情况是这样子嘛 那因为原本这个就是你的主要的工作的薪水呢 就可能不太够应付生活 但其实做兼职尤其是做网购啊 或者是这个多层次行销的人士呢 你就要注意咯 因为如果你的兼职收入没有报税的话呢 小心这个税收局的追税单位就要盯上你啦 没错今天我们就有看到内陆税收局的追税单位就宣布说 会把追税的目标锁定在那些声称从事网购 或者是多层次行销MLM的人士 然后呢在网上炫富的个人或者公司 他们也是会盯紧你的 就是说话的就是内陆税收局的副首席执行员阿都玛纳 他有强调说当局的资料剖析部门啊 是可以掌握每一个阶层人士还有公司的资料的 而且就会监督他们逃税的一个情况 他就有举例说如果你买车子的话呢 你不要以为当局是不知道的哦 他们是掌握了所有相关的资料 比如说你车子是什么款式 我在想什么颜色那些他们应该也会有吧 应该就懂啊 我们好像登记注册车子 好像就需要告诉他们了 他也有说如果有人以现金来购买一个巨额的财物 比如说汽车的话呢 内陆税收局也会在有必要的情况之下 就向这个人士呢发出询问信 当然如果你的答复是合理的话呢 当局一般是不会追究的啦 阿都玛纳也有说到根据1967年所得税法令呢 一名受薪人士如果你有兼职 兼职的收入就必须要承报税务 而当局呢就会稽查所有的收入来源 就是看情况之下他们会去稽查啦 那当然另外如果你的收入来源是以佣金来计算的话呢 也是需要申报的 因为发出这些commission啊佣金的公司啊 他们已经是有向内陆税收局来申报这个动作 当然所以就是说公司申报了 你自己也要申报个人的一个所得税 没错 当然虽然过去几年呢很多人都觉得说 哎呀薪水不够用啊 就算加薪多少也可能没有办法达到 让他们满意的一个情况 不过呢也不竟然没有好消息的 因为世界银行就看好我国未来的经济是可以成长的 那这个世界银行呢 就比对这个 比我们的政府更加的乐观 对 世界银行相信在年内需强力的扶持之下呢 今年大马的经济增长是可以转强 而且把那个上调全年经济增长率是到4.9%的 比起国家银行的一个目标就是4.3%到4.8%呢 是更加的乐观 但是呢 这个世界银行就建议政府说应该要加速的削减财政赤字 还有就是结构的改革的步伐就希望可以加强啦 那在世界银行的这个东南亚区域董事吴立查豪 他在推荐大马经济观察报告周九说呢 这个私人消费预料是持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的这个引擎 那主要是这个劳工市场啊 还有薪酬增长是依旧是强吻的 同时私人投资也是获得政府主导的大型基础建设工程等等的基本开销扶持 所以呢 是有望延续稳定增长的这个走势的 另外美国经济的增长加快还有全球原产品价格的趋稳等等外围的因素 都可以为经济增长带来更多的一个正面的扶持 不过尽管出口的增长是趋强 但是世界银行预见哦 今年这个经常 经常帐盈于是这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呢 这个比对恐怕呢 是进一步会下滑到1.6%的 那主要是归咎于资本还有仲介产品总进口的这个跑银出口 同时呢 服务账赤字呢 是进一步扩大 这个也将为这个经常帐盈利呢 带来压力的 不过呢 世界银行是相信说我国的货币政策呢 依旧适中 并且会持续为经济带来这个扶持 当然看到这样子的消息 我在想 如果说我们的经济增长的话 是不是我们的薪水也有望可以继续增长呢 其实要经济增长也需要我们薪水增长 然后来多消费可能就可以增长啊 就像刚才世界银行有提到的一个关键点 你是说双向影响的意思吗 这都是互相影响的 经济就是这样好玩的 希望国内各大企业老板们都听到这番话了 对 为了你的未来 为了员工未来 好 今天的每日一字就选来 薪成胖这三个字 那第一个字薪呢 说的就是刚刚提到的这则新闻啦 薪水涨幅太低吗 那个经济学家就说扣除通胀率的话呢 员工加薪恐怕不到百分之一 B的字是成字 就提到说保障乘客的安全 陆陆公共交通委员会就要求电子照射服务 从这个月的16号开始 成提升司机的背景资料 等一下我们回来就会跟你分享这则新闻 没错 待会会问你跟进的就是 第三个字胖说的这则新闻 就是全球的超重人口是高达22亿人 而且呢 每十个人当中就有 一个人有肥胖的问题 那今天这三个字到底哪一个字 会代表你今天的每日一字呢 欢迎上到我们的官方wechat去投选fm988underscoremy